请问苏玉祥医师中风该要如何治疗 什么是黄金三小时啊 大家好 我是嘉英基督教医院神经内科脑中风主任苏玉祥医师 中风在过去最早的年代就是让病人住院啊 然后吃口服的药物 然后积极做复健 那听起来其实是有一些消极 那大概从1995年开始 那因为美国他们有做过大型的研究 有发现说在我们中风嘎荒生的时候 如果我们给他血栓溶解的治疗 可以增加病人他恢复到功能正常的机会 可以减少他之后失能的程度 所以这也是我们过去这几年 其实我们台湾常常会推广 中风要把握黄金三小时的原因 就是希望说我们这些发生中风病人 能够尽快送到医院 经由医师跟我们整个医疗团队的评估 能够把这些适合血栓溶解治疗的病人 把他们找出来给予正确的治疗 那这个是我们过去大概在2000年代开始 台湾就跟上世界脚步所做的一个中风的 最新的一个治疗 不过大概在最近这五六年来 那因为国外的一些更新的就发现说 在这些血栓溶解治疗之后 还是会有一些病人 他的血管没有办法打通 尤其在那些大血管阻塞的病人 他们的中方范围又特别大 病人的症状特别严重 对这些药物质的效果 却又没有那么理想的时候 这些病人他可能还是会残存 手脚无力的现象 所以大概在2015年开始 国外就有陆续几个大型的研究 发现说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给他积极做 动脉内的血管的血栓移除治疗 那就有机会把这个血栓移除掉 赶快把这个血管打通 让病人的中风能够恢复 那我们佳基脑中风的团队 也在这一两年积极发展 血管内的血栓移除治疗 那在放射科还有包括急诊 重症神经科医师 跟整个医疗团队协助之下 我们也顺利地用这种方式 来治疗许多的病人 那也开始接受附近有院的转诊 所以呢如果发生中风 尽早送到可以处理中风的医院 那这个其实是能够减少以后 病人卧床甚至失能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式 加基是加益市唯一中毒急救责任医院 急性缺血性脑中风 若能预早开始打通阻塞的动脑 神经伤害会愈少 失能程度愈低 脑中风急性期三小时内 使用静脉血栓溶解剂TPA治疗 可增加复原机会 如果病人对静脉溶栓治疗没有反应 最好在8小时黄金时间内 进行血管内血栓移除数治疗 治疗每快一步 病人就少一些失能的风险 嘉义基督教医院关心您